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脚下技术跟奥斯卡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 没错 奥斯卡 这就是奥斯卡 看怎么选择 右路有机会 给到穆依 看穆依传出 选择了一个第一瓶球 料理声的解围 外围还有右脚 有机会 这个球啊 喝罐身后 我们看教练席上应该有人还在喊 余海那儿 哎 前点就是没有抢到 还有穆依 这是被对手封的 又来了 还是右脚 今天买鸡江的 这鸡江大的还行 但是也倒背 全赶上了右脚 高的脚 身上真挺高的 这机会又都出在他这儿 这个球啊 看着有点悬啊 还是被奥斯卡断了 但是最后呢 就是他身体素质确实是好 给的不错 投球 位置好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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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外脚备一坐 中路传中的机会来了 这是余海 我们还蹭着一下 对呀 真好 杨李渔蹭着一下 这俩人踢球还真是有感觉 穆依 左脚选择之间打门 进攻有些时候打的还要再减练一些 这样的话可能对他们运动生涯长期来看呢 是好是先看这球 哎 后点还有机会 这一脚铁围太关键了呀 这样非常高 是 再看一下啊 这一下出 没有打到 又弹回来 这应该是 其实 刚这次就是 广众队这边刚刚断球 但是穆依这一脚长钻球啊 直接踢到了保里尿的身上 自己也是 我是觉得这个海港队 就是由攻转手的这个环节上是有问题的 你看看这个进攻啊 韦朝 再单成左脚形成了打门 看韦朝 终一号套过去了 韦朝一对三啊 能不能传起来 过得很自信 但是这样没有给 你看看这个球 机会来了 李生元选择传中 还有李生元再回奥斯卡 哎呀 奥斯卡这球没有压住啊 能下降之后啊 是吧 球员的位置出现了一些失误 又是蒋光泰 看奥斯卡这下前点蹭了一下 又这一下有威胁 这是刘主润抢到了前点 两个33号 直接的对位 他对足球的理解超过了大多数球员 是 我一直说 他现在就是中超赛场上唯一的巨星 这边怎么了 踢倒了保里尼奥 再喊大家别讲话 我们通过慢镜 一会再看一下 没有完全交代道 啊 两个人啊 确实 护士香手上都有小动作 都有动作 你看这下话 保里尼奥说你看我的小拳拳 这会他们反击也很难打起来了 已经 但防守座呢目前看还好 没有给海港里边太多绝对的机会 哎 胡敬航这一下吐下来了胡敬航 胡敬航传中 机会来了 哎呀 奥斯卡慢了 这个球呢中路铲的一下呢 其实有一点危险 对 你不应该什么球都要铲球 对吧 是 是吧 这种铲球的话 不合理 你用右脚的外脚被往底线 这个方向去踢 太难了 对吧 你顺着踢这个球难度太大了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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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玄鹏的传中 啊 这下啊 换人 这快 看严谨急了 换人 快 打身后 看这下有机会来了 胡敬航能不能突进去 胡敬航 胡敬航能不能传中传过来 中路 没有点 严谨浩的解围 吹了越位 这球确实越位了 胡敬航这点 但是他顶得住啊 这一下 对吧 投球 这想倒钩嘛 后边 好 这时候主裁办玛丽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两支队在关键的比赛当中 战成了0比0平